之前就是做焖到這一點 他醒來了 很多人醒來就 然後就忘掉他 那他這樣給我請發什麼 他說哎呀我做美中 他說我應該把那個 用提煉奈米級的 把奶粉裡面的原分萃取出來 來做按摩 讓Q污容易吸收 他說從那時候開始 把所有人家發酸的牛奶 做過期的牛奶全部回收啊 回收就提煉了 提煉成奶粉啊 他沒這重點的時候 他就給你看 這是奶粉 這是鮮奶 倒下去 購一下 糊狀 就中國那時候四千家加盟他 我教授 每天壁館客滿 天天要搶貨啊 我 不知道怎麼辦 就太多了 有一段時間 他全大陸都非常瘋的奶療啊 奶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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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樣來的 這樣 那後來我 他找我之後 因為他沒有創新嘛 又慢慢有點摔摔 摔成兩千多下 他說教授你要來 譬如我創作物件 回來我想聽到奶療為什麼 我想 那果然沒有錯啊 看這個老闆娘講 風潤 常溜悠久 非常笃性道教跟佛教 我跟你談天說地啊 他學算命 那你知道 他很逃爽 所以他很逃爽 很逃爽的奶療 然後他就 但後來他終於也罵了一個奶療 他說 我老公你來 有錢就變換 他說老公太可惡啦 他說我要離婚的時候呢 他現在要我五千萬人民幣啊 我看他可憐 我給他三千萬 打發當 打發錯了 男人真的 哎呀你人太厲害了 他說他開口五千萬人民幣啊 我用三千萬人民幣打發掉了 你看 東華新年女孩子啊 哎呀 對話都非常配合他 他就這個 他用這個概念去發展 但他找我去 他也不是白找我 因為他學校中年非常高啊 那時候我俏裏費用很貴的啊 但是他賺給你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我們島青西藏 我們這邊也不一定是太好了 一天大概六萬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這個一定不會基本危機 那吃住費用寒起人 那側面是非常貴啊 一天他大概要付出十萬到十二萬 兩天價錢 差不多快二十萬 兩天啊 兩天啊 兩天的課啊 兩天他付給我 因為我要機票啊 什麼要怎樣啊 我身上配個助理過去啊 他說他給我費用大概是這樣 那時候 當我 他 臺灣老師很好奇吧 那我去 當一個也在當大師 那我真的很會講 他說 把大師拿來 要拼大師一天的課 要出貨三萬 拼兩天的課 出貨兩萬 告訴你啊 他用把我當生意來賣啊 只有兩百人來聽 兩百人他收入多少啊 對不對 拜拜